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网上有篇文章再次分析温家宝在14号那一番讲话 特别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其实我们记得当时我们分析很多了 我们当时主要集中的点就是薄熙来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温家宝提出来之后 我立刻讲说薄熙来完了 这犯了路线的错误 党的高级干部犯生活错误不是错误 那叫生活调剂 党的高级干部都是有能力的老爷们 如果他们叫老爷们的话 所以生活上有些问题 那是因为人家能力强 对不对 人家能力强 人家能够handle 人家能够照顾到 所以不是问题 那是党的传统 如果犯了路线错误 那就死囚 所以作为薄熙来来讲 犯了路线错误 但是我们当时分析 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 结果网上有另外一篇文章提醒了我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特别是到后来胡耀邦 平反了大批的老干部 所谓文革三反五反那些受冤屈的人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温家宝是不是提出了另外的想法呢 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内部消息说 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 英国的金融时报 二十号有篇文章 说据内部人士透露 近年来温家宝已经在中共高层的秘密会议上 于三个不同的场合分别表示过该项建议 但每一次均遭到同僚们的封堵 而反对最强烈的对手之一就是薄熙来 他这里讲到的 如果在这样的事情提出来 应该是政治局委员这一个层面 他不会仅仅集中在常委这个层面 那所以温家宝提出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可能呢 非常有可能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对十四号他对记者的答复 我曾经判断说 部分是政治局常委的部分人的决议认同的 部分是他个人的意愿 所以他特别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 大家仅仅把目标盯在说文革不能重演 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除了否定文革之外 还有平反之一 文章讲说上个世纪在中国发生的政治暴力事件 一直被中共视为雷区 并且把他们清除出历史书记 禁止公开谈论 用于否认其更多令人痛苦的错误 这就是指着8964 其实8964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 这都涉及到所有普通人 而所有的一切的掩盖欺骗的手法 他奠定着一个稳定的说法 就是挣钱 把人的欲望放开了 80之后的人们今天是欲望放纵的这个概念 80之后的人们 人们不知道什么叫政治运动 人们不知道8964是什么样 所以很多人在今天开着宝马 开着法拉利 甭管是泡妞的干嘛的 都说这是好的时代 因为他今天在这个社会的环境当中 他自己获利了 至于钱怎么挣的 有没有道德 道德指几个子 对吧 我先泡妞再说 就像前两天晚上在北京城 一辆法拉利撞在这个路墩上 一下撞碎了 开车的公子哥死了 据说是贾姓林的私生子 而上面有两个妙龄少女 妙龄少女没死 重伤 从车里弹出来 没有什么别的特征 就是俩女 俩女孩从车里弹出来之后 一点衣服都没有 一块布丝都没有 就这么个情况 这就是现今的社会 这就是开法拉利的人 这就是有钱的人 这就是有权的人 而所有这一切都电竞在 八九六四对学生的屠杀 九九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谁迫害 谁屠杀 握有权力的人 这道理多简单 那十一届三中全会 直接触及到的是什么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平反 那为什么 如果温家宝提到 这样的问题的话 为什么遭到政治局 其他委员的强烈对抗呢 因为他们要站在这些人 先被屠杀的学生 被迫害的这些普通民众的基础上 赚他的钱 让他的儿子开法拉利 弄女人 多简单道理 所以他能不反对吗 但是反过来说 老百姓 你今天站在这角度说 共产养活了你 你不奔到家了吗 那文章特别提到说 当14号 温家宝谈到有关 十一届三中全会 和文革事情的时候呢 他表现出痛苦的那种 神情和语调 其讲话可能不仅仅是在 释放薄熙来垮台的信号 接近中共高层内部的人士 明确讲说 温家宝一直试图 打破中国现行的秩序 开始政治改革作为铺垫 这是他近年来最大的愿望 我相信这样的消息 透过英国的金融时报 拿出来一定是有目的的 为前面打基础 我一直讲说 温家宝提到政改的问题 都是在各个大学 或者什么论坛上去讲的 不是中共正面的这种 像人大呀 政协呀 这种开会 他以一个政府的总理之位置 来讨论这件事情 这才造成了 14号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他那样的高调去讲 那就是奠定了他前面 这45年政治生涯当中的 最后一搏的表现 而这最后一搏的表现 从现在看 确实他想往下走 像当年胡耀邦一样的做法 就是平凡 所有中共过去历史上的 这些错误的事情 所以文章评价说 温家宝重新评价文革的说法 他是在释放信号 他打算为8964做同样的事情 让这一个创伤能够开始愈合 而薄熙来为什么反对呢 当年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大屠杀的 他爹薄一波有一份 因为当时有八老 加上邓小平 有八老是在邓小平他们家开的会 然后决定把赵紫阳拿下 进行广场的这种屠杀的做法 而江泽民 江泽民一派是8964最大的获利者 而正是他们这一派别进行的 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 所以我相信 温家宝的那种说法 我们前面主要集中在薄熙来身上 所以忽略了这一点 那现在看来 确实我们看到这一点 有可能全新的一面 正等待着所有的人 在薄熙来这件事情 太子党分裂了 那太子党分裂了 我们原来也提到过 就是习近平的位置 就看起来很关键 苹果日报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太子党分裂 胡德平 倒博 文章讲说 薄熙来倒台引发了中共高层的权斗之外 北京太子党因为是挺博和倒博 意见分歧造成四分五裂 根据外参的月刊报道说 已故的中共元帅 陈毅之子陈小鲁 以及前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 具有太子党精神领袖之称的 叶剑英之子叶选宁 都支持中共中央对薄熙来的决定 而相反 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元 以及已故的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 则立挺薄熙来 文章特别提到说 叶选宁 因为他已经74岁了 而同时在整个太子党层面 他具有精神领袖的说法 在王立军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叶选宁曾经直接写信给薄熙来 让他引咎辞职 除此之外 文章里特别提到说 在太子党内部 一些具有民主意识的 这批太子党 这里主要就提到陈小鲁和胡德平了 胡德平我们原来触及到很多了 那他们本身的做法呢 就更接近于胡温的做法 所以他们形成的力量呢 也就靠在一起 如果他们支持胡温的做法 反过来 他就跟习近平站在一起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陈元也好啊 或者刘元也好啊 那就变成了势单力薄 那那样的保护 对薄熙来的保护 更倾向于自己是唱红的概念 反过来 胡德平的这种做法呢 就显得呢 更加的大气一些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中共内部的这种分歧 而如果从这个角度上 去看分歧的话 我们就更能感觉到 温家宝很可能效仿 胡耀邦当年 也就是要平反 这过去三十年里的 冤假错案 我在昨天的十道评述当中呢 明确提到说呢 看来有人放料 直接要作死这个周永康 忘死了整他 确实我也认为周永康死定了 结果昨天一气放了五条料 今天还接着放 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王立军帮助薄熙来 拉近和周永康的关系 对过河拆桥很不满 文章讲说 王立军跟孔涛的关系非常近 孔涛是周永康的干儿子 从而拉近了薄熙来 和周永康之间的关系 而使得薄熙来 获得了周永康的支持 所以正是有这样的背景 王立军对薄熙来的做法呢 感到很愤怒 认为他过河拆桥 当年呢 曾经有过这种说法说 因为王立军跟孔涛关系非常好 周永康在2009年 曾经亲自打电话给薄熙来 要保证王立军 在三年内连升三级成为副市长 此外 消息人士还透露另外一个概念 说薄熙来在大连的两个商界的死党 20号已经被抓 他们曾经参与提着现金 在北京给领导送钱 为这个薄熙来进行游说 被抓的两个人之一 据悉就是大连石德集团的徐明 据说有传闻 石德集团的另外几个高管也被抓了 所以这里呢 我们看到网上有消息说呢 重庆市的一个区委书记 据说曾经是薄熙来的文胆 也叫徐明 鸟鸣的名 叫徐明 说他被抓了 但是网上看到呢 徐明呢 在20号呢 还参加一些活动 所以这个文章里特别澄清 澄清 被抓的徐明 是大连石德集团的总裁 不是重庆的那个区的区委书记 因为两个人的名字的发音是一样 所以相信很多朋友给弄混了 如果抓的是大连的石德的这个徐明 可能就更对称号 因为在此之前 网上有另外的消息讲说 在薄熙来下课的15号那天 包括徐明在内的几个大连为基础的老 这些扩甲们 这些商人们就想坐飞机扯鸭子了 结果在机场给劫回来 所以我还是说那句话 第二幕拉开了 正眼着 我们就看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